我叫托马斯 来自卡曼龙 目前在河南省郑州市的河南中医药大学学习 来到中国已经五年了 最近东西们都在说 中国的龙年新年越来越近了 龙是一种在生肖 作为中国的生肖 并没有其他那种特别的代表式 它只是一个象征 一个是虚幻 骨灾创造出来的一种 它这有脚有鳞 我知道是二生肖 但是唯独龙 我从来没有见过食物 究竟什么是中国的龙 为什么中国人的生活里这么多龙 平时龙会有什么样的方式出现 带着这些疑问 我决定开始一场巡逻之语 你好你好 我叫托马斯 我来自非洲 我现在在寻找龙 哦 你手里拿了这个吗 对对对 对中文好好啊 谢谢谢谢 附近有没有 附近有没有龙 对对对 是快到龙年了 所以你在找龙 对对对 离开学校 我找到一片叫龙湖的局域 龙岛 龙湖 龙洲 与龙有关的词汇 好像很多时候都和水有关系 但是你知道龙是一个就是概念里面的 一位在湖边散步的女士告诉我 中国的龙是神话故事中一种神圣的动物 古时的中国人讲说 龙行有语 认为龙能够呼风唤雨 龙也经常居住在圣诞大海之中 湖边不远处 有一座用龙明明的商业街 我刚到这里有不懂得形状的龙 有帅气的 有可爱的 有极形快撞的 进入一家书店 我更是发现 里面摆满了龙 哇 找到了龙 嗨 我会说中文 哇 那太棒 那我们可以用中文交流是吧 你是在找龙吗 是的 从书间浮月沟中 我得知龙在中国已经存在数千年了 古代龙长长和黄金联系在一起 因为龙能够飞天入海 代表着威严 力量 权力 不仅如此 对于普通人来说 龙也充满了吉祥的意味 在龙年新年到来的当下 人们会在生活中 融入更多龙元素 甚至将龙装在身上 好喝 好像有一个龙的感觉 在书镇福原推陈下 我来到了郑州的一座商场 据说这里有可以装带的龙 这是这里 快去看看吧 你好 你好 这里有 龙的元素 这里的服务员说 中国的龙 同时还是一种享瑞 包含了高贵 向上 奋进的精神机制 人们也希望通过被带龙 来带给自己财富 好运健康 一千克 是的 天我的天 我发达 这也漂亮了 我打算今年回国时 就带一份龙的士兵 给家人们做礼物 这里是珍珠的一条 历史永久的商业街 据说在这里能看到 很多不一样的龙 百年德化账 好吃好吃好吃 干 我在这里发现了什么 可是有龙的衣服 不不不 你好 你在干嘛 我在绣龙 这么神奇的吗 对 就是说把我们那个龙的图案 倒到这个电脑里面 然后在电脑的话 自动识别修线 然后来修出来我们龙的图案 电源告诉我 中国有一种流传千年的记忆 叫做自绣 龙就最常出现在自绣巷 但是现在直接用机器智能整续 很快就能修出一条龙了 这真是科技与专动的结合啊 在另外一边 我遇到一位正在写词的老先生 老先生说 这叫书法 是中国另一种 有几件年历史的艺术形式 龙马精神 龙等苦乐 飞龙在天 中国文化中有很多 和龙与有关的词语 哇哦 这是中国龙词的古老写法 真的好像在这里有一条龙一样 厉害 中中中中中中 当街人们说 逛吃逛吃 我也逛了好大一圈 真的饿了 还是找个地方填饱肚子吧 怎么样 托曼斯 看到吗 这几道菜里面 道道都有龙 清当龙醉 炸龙铃 龙铃饼 龙铃虾 菜龙 没想到在食物里也有这么多的龙 而且有套菜叫鲤鱼背面 据说鲤鱼越过龙门 就能化身为龙 先食龙肉 再食龙虾 这个鱼啊 可以分一下 你看 中国分鱼啊 就用一个框子都分了 要鱼头对着你 要是就宴会 你还得喝鱼头酒 这个你看压着这个头 从这儿一通通下来 能通到头就说明这个鱼做好了 现场我还吃到了龙虾面 一段面在熟悉的手里 好像活了一样 都说中国的饮食文化不大精深 并且对我来说 这些都太好吃了 一天的旅程结束 我也对中国的龙 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曾经中国人叫自己龙的转人 龙承载着中国人热爱国家 爱好和平 勤劳勇敢 自想不息的民族精神 它仿佛已经融入中国人的思想里 血脉中 让14亿中国人 凝聚成一条腾飞的巨龙 在新时代的世界舞台上 舞出土豆的东方神韵 健一样我的生活 超好 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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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